凭借唐嘉丽、肖玉宜、张宁燕的连妹进球 中国女足在决赛3比2逆转韩国女足 时隔16年重夺亚洲杯冠军 也是队史第九座冠军 稳居历史第一 比起中国男足一次次令人失望 中国女足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代表 球迷直言以后中国女足称为国足 一次次给球迷带来喜讯 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女足 这一局诠释了中国女足敢打敢拼 不放弃、不认输的精神斗志 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本届亚洲杯淘汰赛阶段 中国女足都是先丢球 最终完成逆转 并且半决赛淘汰日本女足和决赛 击败韩国女足 都是中国女足翻盘的经典比赛 通过本届亚洲杯的夺冠 彰显着一只中国女足 对于胜利充满很强烈的欲望 以及主帅水沁霞带队 很好的锻造一颗强大的内心 中国女足夺冠之后 成为昨晚国内最受关注的新闻 热搜榜前十位最高占据八个 说明关注度非常高 此外 第一时间向中国足协表达了祝贺 如果信仰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祝贺中国女足勇夺2022 印度女足亚洲杯冠军 坑敲玫瑰 国人骄傲 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 中国足协将会中奖中国女足 奖金超过千万元 再加上亚洲杯100万美元夺冠奖金 中国女足值得拥有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足协发声祝贺中国足协夺冠的同时 一个做法引发争议 中国足协官博直接关闭了留言功能 说明不允许球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只有点赞和转发 中国女足半决赛淘汰日本女足 中国足协跟在决赛后的发声举动一如一样 同时的关闭留言功能 这个举动 说明中国足协不愿意听取球迷的建议和想法 很大可能跟中国男足无缘世界杯有关 担心留言区骂声一片 比起足协 男足国脚们发声祝贺中国女足夺冠的时候 没有关闭留言功能 昨晚比赛结束之后 吴磊 李磊 韦世豪 戴伟俊等四大国脚表示恭喜中国女足夺冠 吴磊和李磊目前在欧洲踢球 韦世豪和戴伟俊两人正在太湖太美香谷里酒店驻地接受隔离 这家酒店是五星级别 每晚房费超过一千元 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夺亚洲杯冠军 中国男足还没有问鼎亚洲杯 2023年本土举办的亚洲杯是一个机会 考虑到现在国足实力沦为亚洲三流 主场夺冠难度很大